你回来了 老大 别那么黑啊 我把灯打开了 你俩这是干什么呢 那这孩子他把钥匙掉到那下水道里了 他妈妈又就没回来 没办法就把他带回来 哇塞 饿得好吃的呀 小鲜 小鲜 这不是给你准备的 小鲜 他饿了 让他吃吗 这好吃 你这是 好 我看看你 你看我 我去打吧 我说 我来给你看你 你 我会得咱们 我去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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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估计你 这 你 我去打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看见萱萱了吗 在我这儿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你要吓死我 那么头发湿了 在我这儿刚洗的澡 孩子钥匙丢了 那怎么不给妈妈打电话呢 我电话放家里的 那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我跟你打了 你手机关机大姐 你不能总自己有错误怪别人 孩子这么大了 你不能总上是一个人在家 今天是碰着我了 你改天碰着坏人 不又暴走了吗 行吧 当我又欠你一个人情 谢谢你了 但是龚总 以后咱们还是工作上见吧 我儿子的事不用你操心了 我就 老大再见 老大好了 老大不跟你好 也不跟我好了 大人有大人的事情 大人都很忙 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陪你啊 我陪着你是因为我是你妈妈 但是我们不要再打扰别人了 知道吗 他忙什么呀 他不就是忙着跟他的女朋友玩吗 你要是跟他的女朋友 他得有时间陪我了 月轩 其实龚叔叔不光是保安队长 他还管了一家大公司 里面有好几百个人 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 都要他来做出 所以他真的没有时间 你就不要去找他了 好吗 我想他了怎么办 妈妈陪着你 妈妈陪着你 你真累出来 我 我已经下班了 这几份合同特别着急要 我跟龚总晚上要去见一个客户 总不能空着手去吧 怎么了 作为北澳的法务团 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啊 赶紧吧 辛苦了啊 再说 我跟龚总是 喂 曹操 还是我期待 有事吗 我想儿子了 能不能让我见见他 可以啊 二十分钟 到我们家楼下 接上小萱 把他送到碧云路 博学培训班 小萱去过 走啊 怎么了 跟爸爸一块出去 不高兴了 你是带我去上课 不爱什么 为什么呀 我觉得老师教的那些都没用 你怎么跟你爸爸小时候 一模一样 那么有个性 上车 去哪儿 爸爸今天给你请假 咱们去打游戏 吃打菜好不好 真的 耶 吃饭喽